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9月份提到1.3%到今天会看英国脱欧后最低位 上星期金跌至1.4.1% 即是7月或6月份的日落12.50%不是相差很远 但有一件事比较重要的 从6月份到现在会知道 在整个环球市场 在这几个月发生最大影响性的英国脱欧 但现在英国脱欧没有继续脱欧 上星期金与榜一起跌 今星期会否变成榜跌至金升 其实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有什么现象 什么意思 既然说得避险情绪 也要告诉我们有没有险要避 以往我们习惯认为避险情绪是令金升 不过大家没有想过避险情绪里面都包含金跌的问题 什么意思 你认为避险情绪因为有风险所以买金 会否代表上星期金与榜一起跌就代表了 榜跌已经不是风险 是这样的意义 所以你发觉避险会令它升 不避险也会令它跌 如果今星期我们发觉 大家可以留意刚刚10月 在2008年10月24日 当全球股市倒下来 其实跟金的比较 开始股市跌金是一起跌的 但之后到股市跌金开始升 这两个星期是否代表出现了这个转捩点 可能我们又要将上星期的想法 到今星期要完全倒转 至于看金的小时图 想告诉大家 似乎我们做得不错 昨天的榜是去到我们预期的范围 最低又再次下一次 昨天最低是1249.7 即是51买那里又是没问题 不过昨天的高位其实是缩低了 因为昨天美元是升的 但昨天美元升之中 你发觉金已经不太跌了 这样 大家可能今天开始 会将走势吊转看 可能因为我们这种想法导致 我们今星期捉到金的低劳价 而且你见到星期三和今天两天 这个日期下降都是50 即是刚刚等于上星期四的日期下降 即是等于我们所说的头肩顶 容易点理解的形态 似乎 未来这两天可能我们的预期是今天可以揭纵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今天节目才做到这里 走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